话思念为风,随你远去,话喜欢为光,无处不在,时间一步不在流逝,往后余生,都是关于你,一,或许他比较适合,适合这种值得,他说他比我懂得,更赖你快乐,最好,不要记得我。 在陌生的街头听见学之前熟悉的歌声,眼泪像疯了一样掉下来,这个夏天太痛了,我蹲下身缓缓揉着脚上的伤口,肩膀不值得颤抖,有那么一瞬间,我想起了一年前的我,也是这样蹲在地上,抱住自己,在他低沉动人的歌声中,哭得死心裂肺,愿憎恨,爱别离,求不得,放不下。 这些情感经常都穿梭在我们的人生轨迹之间,不知不觉先进成为了常客,这些负能量向积木班越堆越高,最后压在身上,赫然成了一座摩天大楼,令人喘不过气,哭不出声,这时候,便需要一双手,轻轻地推倒他,坍塌在他该坍塌的地方,还有我们本该洋溢在脸上的笑颜。 而我忘了,从什么时候开始,把薛之谦当作那双推倒压力高楼的手,我只记得足足有三百多个夜晚,我是在他那温泉深沉,的嗓面中抽起着入睡的。 他们说,分手不听陈意识,难过不听薛之谦。 可是啊,天仙就是他和他的哥,一次又一次地把我从《悲伤死亡深渊》中拽出来。 所以我们爱他,不是顺着舆论走,而是被那颗闪闪发亮的星星牵着,不断地前行。 那颗星星,叫薛之谦,一闪一闪,真的很好看。 三,曾经我也是一个沉浸在霸的总裁爱上我的故事情节中,而且不能自罚的懵懂少女。 可是自从喜欢上薛之谦之后,我发现高脚背啊,西餐厅包场啊,九千九百九十九路玫瑰啊,一米八富极难啊,等等那些曾经美好的幻想,都没有他来的耀眼。 那些虚无而又转瞬即逝的东西,根本无法和长久的深情相平美,薛之谦把十年的温柔都给了同一个女人。 他把那些容情,都写进歌里,并且唱了出来,十年是什么,比义务教育还要一场,那是整个青春啊,这样的男人,才是最值得我们发春的对象啊。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曾经,曾经排山雪布,曾经持出步前,曾经眼泪成湿,曾经唇脚上扬,曾经挡手挺胸,曾经垂头放弃。 我们有那么多个曾经,其中最美好的那个,是曾经对薛之谦恨然心动,也是因为曾经的这份曾经,也才有了后来的追随到底。 似在总体电视,街头海报一挖泄后靴之谦,除了惊喜之外,更多的还是心疼,他总是裂开嘴角笑的朝阳,一如众人所说的神经志。 他写的,说的都带着幽默气息,却又经典,却又不得讨好意味。 可是他难过的时候呢,会不会也像我一样抱着膝盖,咬紧牙关,默默地坐在窗台边流泪? 我们难过的时候有薛之谦,有薛之谦的音乐陪伴。 可是,薛之谦难过的时候呢,有谁呢?有我们。 即使他不会像血月记那般,把秘密毫无保留地清土,但我们可以陪伴啊,时而温柔时而报道地陪伴他,以这个世界上最暖心的方式把他留在心底。 他的歌会一直一直唱,我们会一直一直倾听,我们没能够在他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大甘旗鼓普亲同庆,恨不得告诉全世界这一件喜事。 但是,往后的任何一个,关于学之前的音符,我们都不愿错过。 这是我们能做的最小的补偿,就像那句话所说。 你的过去,我来不及参与,你的未来,我的陪俸到底。 即使多年以后,我们和他都不再像眼如花,都不再心意怒骂,偶尔翻开回忆的时候,也依然会记得。 曾经啊,有一个不算高大的男人,他承包了我所有安然入睡的夜晚。 曾经啊,我爱过他,很爱很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